第十六集 他向你求婚 纪赵君 求婚 向你 陆小凡坦白完毕 刘春莉化身为副毒鸡 反复嚷嚷着这几句 欣染的金毛狮王般的头发 都快被他给薅眉了 干嘛这么惊讶 难道我不值得吗 陆小凡不满 但是 他自己也特别惊讶来着 所以他非常详细地 对着刘春莉报告着 是为了加深自己的印象 安慰自己说 这一切都不是梦境 而且私下里 作为平凡渺小大露货色的他 也觉得自己不值得那么好的男人 这是不是阔上无聊 跟别人打赌 比赛调戏平凡小妹 之后再把你给甩了 再或者是电视台什么整股节目吧 要不就是纪赵君脑子坏掉了 刘春莉立即神展开 就是不能相信事实 陆小凡闭嘴 就算刘春莉的反应是正常的 也很伤人好吗 嗯 要不 我明天再问问他 是不是开玩笑的 好半天 陆小凡终于被打击到自信全无 进入了自我怀疑的轨道 不不不 你等等 你等等 刘春莉却是挥了挥手 站起身 像变秘似的满屋子乱转 一边敲着自己的头 不可能是集体置换吧 如果求婚的事是你太喜欢他 自己幻想出来的场景 那我看到他抱着你是怎么回事啊 不对 远远看去冒子还亲了 亲了没 亲了没 小凡 说 亲了 陆小凡的声音有如文睿 悄悄地用手指碰了一下嘴唇 为什么只有热热软软的回忆 却记不起其他的呢 都是因为他亲得太快了 自己又惊吓到 无法记住当时的感觉了吧 那十七八九是真的了 刘春莉一脸受到打击的模样 他那种人不会那么无聊 也不会平白无辜做那种没意义的事 但是为什么呀 他之前没有表现出喜欢你吧 还是你这呆萌货 根本没反应过来呀 这太突然 太没逻辑了呀 仔细想想 当时纪兆军抱着小凡 很温柔的样子 好像很真是怀中的人啊 但有道是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所以 这说不通啊 哎呀 我不知道 你就别问我了 让我睡个觉 如果 如果这是个美梦 明天早上就会醒的 陆小凡被逼得投降 他倒在自己的小床上 又让刘春莉给拎了起来 不行 你给我说说 这若是真的 你是打算答应 我已经答应了 陆小凡举举左手 那根小绳打的蝴蝶结还在 那 这也是物证 他亲手记上的 哎呀 我这真服了你了 一根破绳也给你美成这样 刘春莉恨铁不成钢的道 我又不是为了他的钱 陆小凡低声咕弄 二度向唐倒 二度的被拎了起来 不行 假如明天祭兆军没有反悔 你必须把戒指 不 这条破绳子 得退回去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 陆小凡跳起来 基本上这种情况 应该是条件好的一方亲朋激烈反对的吧 我为什么要反对 难道 纪兆军 有配不上我的地方啊 就是他条件太好了 跟咱们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跟你讲 这两个人差距太大 是不可能长久在一起的 刘春莉苦口婆心的道 小凡 你喜欢他我一直知道 可少女心思 喜欢一下就完了 千万别当真 不然最后伤的呀 是你自己 不相处一下 怎么知道不可以啊 陆小凡忽然执拗起来 刘春莉急得不行 哎呦喂 我求求你清醒一点吧 灰姑娘不是那么好当的 三德瑞拉根本就不是穷逼出身好吗 她只是被后母欺压的富家大小姐 本身就带着公主范儿呢 所以她才能和王子在一起 陆小凡嘴拙 不知道怎么反驳 但这话太刺激人 她的眼眶迅速的红了 我就不能拥有美好的东西 对不对 你是说因为我穷 我出身平凡 我就注定 一辈子 都不能梦想成真 是不是 别哭别哭 我知道我说的难听 可中言逆耳啊 刘春莉抱住陆小凡的肩膀 轻轻地晃悠 你想过没有 如果这段感情不成功怎么办 你得承认 任何感情都有这种可能吧 可是若失败了 纪照君只会被一轮一阵 顶多算是走了弯路 说不定还传出豪门公子 和贫民女的风流佳话呢 可你呢 你的人生就只剩下绝路了 阶层看不见 可始终存在 活在底层的人 永远比上层的人 要走的路要少 小凡 你别毁了自己 人的眼光一旦高了 那就没办法低下去 若你们最终分手 你要怎么嫁给平凡人呢 就算是勉强自己 那会幸福吗 那个后来的男人 说不定也会因为你这段经历 而心身隔阂 日子怎么能顺的呢 你看过那么多的穷摇小说 这种情节还少吗 就算你说的都对 沉默了半声 可爱就是不讲道理的呀 哪怕这是一夜的美梦 就不能让她做完吗 她承认她逃避 可她还是那么的喜悦 就一定要把她扔到冰冷的现实中吗 但陆小凡不得不承认 刘春莉的态度就像在她的心头 燃着的热火上泼了一盆冷水似的 逼着她审视自己 审视这段突如其来的感情 季兆军 这个大混蛋 果然是王孙公子 良心坏 他就没为你考虑过 刘春莉咬牙切齿地骂道 回头看看陆小凡那纠结的模样 又是心疼 伸手抚了抚她瘦弱的背 还是先洗洗睡吧 相比你这一天也够巧的了 我现在怎么睡得着吗 陆小凡抹了下眼睛 再说 与她无关的 你干嘛 只责怪她啊 行 我不责怪 可是你要安静地想想 刘春莉咬牙 刘春莉咬牙 也许我太急了 你说得对 不如我们把一切交给时间 也许明天会不同的 明天真的会不同吗 远在城市中心的季兆军 也心里没了谱 自从十八岁生日时 他做的那件影响一生的事情之后 他就逼着自己 做一个绝对冷静的人 现在 他已经习惯掌控所有的事情 让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但求婚 绝对是计划外的 季兆军追到陆小凡的时候 本来只是想安慰他一下的 最后变成了这样 他也是莫名其妙 在此之前 他甚至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姑娘 还是只是因为和他在一起 他感觉非常舒服 而且 他还有资格 再去爱一个女人吗 他这是 把他不想伤害的人 拉近一个连他也拔不出脚的泥潭了吧 如果说那场雨 那首歌 那个场景 与陆小凡的灵魂 发生了化学反应 那么对计兆军而言 化学作用 显然更加强烈 当他看到陆小凡蹲在那儿哭泣 忽然就心软到无力跳动 很想保护他 把他纳入自己的怀里 不让他再面对风雨 就像是小时候 他抱养了一只小奶狗 可父亲一定要他扔掉 他软弱了 他顺从了 结果亲眼看着 那只小奶狗 在雨地里瑟瑟发抖 最后死得孤单恐惧 那时他看到陆小凡 就突然地生出了 一股抗拒不了的心意 他要护着他 谁也无法阻挡 那感觉如此的强烈 强烈到他完全丧失了理智 但他这是护他 还是害了他 回到自己家中的那一刻 他平静理智下来的那一刻 他就后悔了 可是嘴唇上 怀抱中的感觉 似乎还残留着 让他的心拨动涟漪 无法平静 而且他是男人 就该有担当和责任 既然说出了话 做出了事 就不能无缘无故地 反悔和伪诺 现在的难题是 他要怎么做 才不会伤害到陆小凡 因为一旦陆小凡 卷入季家的恩怨是非里 是很难独善其身的 或者他需要冷静地想想 又或者他能想到 保护他的办法 再或者他也可以得到 稳稳的幸福 老板 你在想什么 突然有人小心翼翼地问道 纵然纪兆君有泰山崩于前而不变的沉稳 也被这种突然吓了一大跳 猛地抬头望去 就见鹿鱼的头 慢慢地塌了过来 浓结大眼 还闪啊闪的 一个大男人 还卖什么萌 总把自己搞成路边可怜的小狗样 有意思吗 一个五大三粗的青年 配一双小鹿斑鼻丝的眼睛 这画风合适吗 但凡与自己的私人的 贴身的 最信任的 却经常神出鬼没的斗逼助理碰面时 纪兆君高冷的霸道总裁兼男神的内心 总会启动疯狂吐槽的不和谐模式 可是这人是他自己选的 能有什么办法 你怎么出现 他冷着脸问 这是他家好吗 就算是鹿鱼也不可以随便出入的 上次老板去度假时给了我这里的钥匙 我好配合迷惑狗仔嘛 陆鱼挥了挥手中的钥匙 同时仍是好奇地看着纪兆君 问题也仍然执着 话说老板发什么呆啊 我开门和走路不算没动静吧 我看老板这样子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雕塑思考者 当然 脱了衣服更像 你怎么会知道什么雕塑的 纪兆君试图岔开话题 富敏学美术的 他说的吗 陆鱼坐在纪兆君的身边 别没事缠着小米 我追他呀 不缠怎么想 那么多女人缠老板 还不是因为要追到 陆鱼大言不惭的道 除非老板你想要富敏 不然我是不会放弃的 难道你真的想要 闭嘴 纪兆君夺过钥匙 这里没你的事了 回自己家去 哦 是 陆鱼老实得很 但 在此之前 能不能请老板告诉我 你刚才为什么发他呀 问题还是得问 想拐弹他的思路 哼 就算是老板也不要想 当然 头还是要抱住的 毕竟别看老板是名门归男的法 但武力值仍然是很高的 当初他得罪了人 被人修理得生不如死 要不是老板帮他扛 他都没办法活下来 所以老板不仅是他的老板 还是老大 大哥 救命恩人 这种亲密关系 双方自然不能有秘密 他有义无探听的 你该去公安局 专门负责审问 纪赵君无力道 他太了解陆鱼了 不如趁早说出实情 不然这家伙会自己调查 然后把一颗火星搞成一场大火 人尽皆知 这种情况他见识多次 理智的做法是别给陆鱼机会 我向陆小凡求婚了 直接讲明白吧 反正陆鱼绝对的忠诚 只要满足了好奇心 打死他 他也不会向外说的 陆鱼倒吸了一口凉气 整个人瞬间实话 不用太直经 是个意外 纪赵君知道 这种情况是太突然了 到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但我打算负责 所以说冲动是魔鬼 他和陆小凡之间 不小心地潜藏了一个魔鬼 但不知会不会演出更多 我不吃惊啊 我是发愁 陆鱼却是摊开手的 爱情本身就是冲动的嘛 你懂什么爱情 我不懂 但我感觉是这样 陆鱼说得理所当然的 我听说爱情本身就是感觉 要不怎么有首歌叫 都是月亮惹的货 老板 你那边是什么惹的货 是阴雨 是伤心的歌 是陆小凡的无助和无辜 让他的心疼了 纪赵君差点冲口而出 话出来却变成了这样 那你怎么这副表情 又轮到你发什么仇 陆鱼不是纪为之 而就算是纪为之 敢管他吗 能管他吗 有什么资格和权力管他 纪赵君的心中不禁地冷笑 那是因为 因为 陆鱼艳艳唾沫 老板你不是单身呢 你 你没资格向别的女人求婚 更不用说订婚结婚之类的 为什么 纪赵君愣住 关于贷金融 我不是经过四年时间 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了吗 法院也受理了 那是没错 但是老板 你后来没向公司律师 再详细了解一下吗 陆鱼瞪大抱自眼 法院虽然接受了申请 但还需要公告一年 才正式宣告啊 那是为了保护 被宣告人的利益 在此期间 你还算已婚人事啊 纪赵君俯额 他真的不知道 也没有在意 他是委托公司律师办理的 那天是江东明 来向他转达了消息 明白了 江东明是故意不提及细节 果然还是他疏忽 被坑了 陆鱼却还在滔滔不绝的道 所以老板 你这是让陆小姐当小三 要么就是见不掉光的情妇 还有还有 被宣告死亡人如果回来 要求和原配偶恢复婚姻关系的话 如果配偶 也就是老板你没有再婚 婚姻关系自行恢复 老板 陆小姐那个人看起来挺单纯的 就算是喜欢你 好像也不是为了你的钱 前几天那些所谓新欢同游的绯闻这么多 她一声都不吭 也没借机缠下来 更没有小动作 这种姑娘在这个操蛋的年头已经很少见了 你你你 你还是手下留情 只当 只当看在我的面子上好了 滚吧 你的面子不值钱 纪兆君更是无力 他必须要好好想想 要怎么处理这一段才确定的婚姻关系